所以你要先講台灣模式嗎 對對對 OK 來 好 我們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談一下 在這波防疫當中就是 台灣模式其實引起了這個國際的一個矚目 對 那你認為這個 所謂的你認為這個台灣模式它的關鍵是什麼 對 我覺得台灣模式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這是全民一起參與的一個活動 不是靠什麼嚴禁軍閥啊 封城啊等等的 這種由上而下的 而是大家都能夠關心彼此 然後保護彼此的健康 那像我在十四國的那個WHA之前的 視訊論壇裡面 大概把它歸納成三個元素 一個是很快速 快速的反應 包含大家只要打1922有什麼新的想法 那隔天下午兩點我們成指揮官的記者會 馬上會把這個想法擴散出去 包含戴粉紅色的口罩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除了快速之外另外一個就是公平 我們確保說大家一開始可能要為了口罩而排隊 那但是呢隨著口罩地圖的出現 那隨著口罩2.0就是你可以在網路上訂購 甚至是長輩或者移工朋友也可以拿著健保卡 在3.0的時候到便利商店 那店員也會告訴你說 哎怎麼樣每兩個禮拜來一次 就可以很容易的取得9個或10個口罩 那這個就是公平的一個體現 因為健保其實是一個最公平的一個制度 那第三個呢就是有趣 就是幽默 那幽默的好處就是說我們每一次有聽到一些留言啊 聽到一些謠言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衛福部有一隻發言的柴犬 叫做總柴 他都會用非常平易近人 而且很有意思的方式來分享說 哎呀怎麼樣吸收啊 怎麼樣子去保持社交距離啊 在室內是三隻狗狗的距離 在室外是兩隻狗狗的距離啊 等等 那這些都讓人用一種平易近人的方式 就能夠了解最新的防疫的科學知識 對好 我們也覺得真的這次的防疫真的很平易近人 然後剛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公平的這個部分 你有講到包括口罩地圖 跟這個就是2.0 2.0 3.0 對有幫了大碼 那這部分是不是就攸關所謂的數位科技防疫 這部分可以跟你講 是 那其實我們在一開始我叫做0.0的時候 就是在超商嘛 每個人都只能買三片 但其實全家不會知道說萊爾夫 你已經買過了 那7.0也不會知道說OK你已經買過了 所以其實當時就民間就盛傳了 半夜2點那個開始鋪貨的時候 3點就有人騎摩托車 然後一家一家的都去買 那到早上6點就已經買不到了的情況 那這樣就會讓人覺得還有很強烈的不公平 那如果你跑了4家超商都買不到 那當然心情也會不好 所以這個情況其實維持了沒有幾天 大概兩三天 台南就有一位叫做吳江偉的朋友 他自己寫出了一個地圖 那他的親朋好友本來都是在LINE等等的訊息上面 一直分享說這家還有這家沒有 那之後就只要到他所開發這個地圖上面 好像去標定說目前這個還有存活這個沒有 那一下子就可以一目瞭然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大家都不會慌嘛 你一出門的時候就是網友的那一家 你不會去往沒有的那一家超商 但是因為太多人使用了媒體報導 所以說他一下就欠了Google60萬的使用費用 那他只好觀賺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大方承認說 這個吳磚偉先生他想出了一個 我們都想不出來的解決方案 所以應該是比較他像是假方 我們像是乙方是他給出一個標準 那我們要幫忙完成 所以當時我就拿給蘇貞昌院長看 那蘇貞昌院長就請健保署 那在藥局的使命制的階段 透過數位的技術 當時是每30秒就公佈一次 所有藥局的口罩的庫存 這樣任何人去你一刷健保卡 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透過LINE的對話機器人 叫做疾管加碼或者是地圖 就可以看到他的庫存量真的有減少 如果你刷了健保卡反而增加 你就會打1922吧 所以這個時候所有人都可以用 參與式共同保證的方式 我們叫做分散式的帳本 等於大家手上都有一本帳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這個分配是公平的 而且是即時更新的 所以數位它只是一個技術 來輔佐 輔佐什麼呢 人跟人之間的互相信人 非常的棒 你剛剛講到那個吳蔣偉朋友 我們也有採訪過他 對的確是很棒 但是有他的出現很好 但是要發現他 而且善用他 這個技術 那當然就是靠那個唐小文明 他也有提到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你長期以來在數位科技這塊 一直都跟我們很多的民間 科技高手 對保持一定的聯繫 這部分可以跟我們做一些說明嗎 你怎麼樣去跟他們做接觸 然後後來又發動後面 所謂他們也幫忙到那邊的部分 對其實我們在G0V就是臨時政府的這個社群裡面 隨時都有非常多人 就是上千人在一起關注 就是對於公眾有利益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參與的一些科技 叫做公民科技 但是我想在吳詹惟的這個例子 這是第一次 我們公民科技不是給一個小部分的人使用 好比像說我自己在G0V也有參與一個專案 現在還在維護 叫做蒙典 那蒙典就是很多小學生的一個網路字典嘛 包含台語 有很多小學生的網路字典 或者是英語法語德語等等都在上面 那在教育界的尤其是郭小老師 很可能都聽過蒙典 但是你去街上隨便問一個人 很可能就沒有聽過 因為他是專門解決一部分人的問題 但是呢 這是第一次吳詹惟的這個工具 到之後這個口罩地圖機關槍 加起來應該是一千多萬人都使用過 所以他就從少數人使用的公民科技 變成所有人都使用的公共工程 他就是有點像高速公路這種 就是大家都會去使用的一個項目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責任就更重了 因為我日常生活上面 跟他們就是看到一個問題 我們就自己著手解決 但是現在呢 我們的工作 因為像吳詹惟他的那個藥局版 他也是帶著一些朋友 做出了那個地圖 一下子就發現說 鑰匙發號碼牌 他已經發完了 其實已經沒有得賣了 但在他地圖上面竟然還有 就造成了鑰匙跟客戶中間的困擾 所以他就不能覺得說 我只是照顧我的親朋好友 那樣的話他隨便怎麼寫 但是已經一千多人在用 而且造成鑰匙的壓力 這個時候他就必須要幫鑰匙忙 他必須幫鑰匙解決問題 所以鑰匙就要求說 好比像說 我發號碼牌跟發號口罩 是不同的時段 他必須在地圖上面清楚地標明 好比像說 鑰匙希望能夠按一個鍵 就從地圖上消失 這個後來我們都陸續有事做了 好 那你也講到你現在其實已經不像以前 自己覺得什麼東西都動手去寫去解決 因為尤其你這次幾乎是 串接了政府跟民間 這當中去做一個串接 那在面對政府部門這邊 你這次大概有做一些什麼努力 有沒有什麼例子 對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覺得健保署的就是負責資訊 也包含就是 跟就是食藥署的朋友們對口 其實都發現說 其實他們都沒有面子問題 他們本來其實也有做一個 即時的口罩存量查詢系統 那馬上就是 第一天是口罩是2.0 跟1.0的時候 在健保署都有發生 就是流量過大的這個情況 那在1.0的情況 他們馬上就說好 那我們就就放棄我們的 我們就直接去吳展偉 去疾管家 去江明宗 這些人的地圖 那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在公部門 常常有種本位主義 就是在我的網站上 才是即時的 其他都是比較 可能一小時或一天 或一個禮拜 更新一次一些統計資料 那這是第一次 我們說沒有啊 我們的所謂的官方網站 其實只是連到100多個 民間朋友的作品 有一個當調了 你就再用一個就好了 所以這可以說是 第一次大家放下本位主義 完全透過開放的資料 來去信任大家 不會去誤用這些資料 那我們這個信任 也得到了回饋 就是好比上說 有另外一位朋友 叫做洪晋吉 他也做了一個口罩儀錶板 那這個儀錶板非常的厲害 他可以隨時告訴我們說 在哪些可能鄉鎮 哪些村裡 哪些不同的地方 我們的口罩的供應量 是不足的 或者是說大人的是夠 但是小孩的是不夠的 所以我每個禮拜天 院長開會 其實常常都會顯示出 他寫這個儀錶板 你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是禮拜五的早上10點 那其實大成人的 在全台灣77% 小孩的87% 供貨量都是非常的充足 而且我們如果去看 就是每一個城市 它的這個供貨量的比例 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它存貨率非常的一致 就是像澎湖連江青門 存貨率現在都是八九十趴 但是就算最少的 就是新竹花蓮 它也是有六十六七十七十幾 所以表示我們這個供貨是非常平均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民間朋友們 開發出來 運用我們的開放資料 又回到我們的決策流程 告訴我們說 哪些地方應該多撲一些 哪些少撲一些 什麼時候是可以取消掉 身份證單雙號分流 哪些地方的人 它下班時間真的很晚 那要去都已經關門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那邊 盡快的推24小時的 就是實名制的3.0等等的系統 那這些都是由民間的朋友分析 告訴我們變成我們決策的 叫做巡政決策的一個參考 所以這也很需要 我們放下我們的本位主義 因為等於是民間來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發展的方式 我聽起來我覺得是一個很美好的經驗 其實就是藉由民間的這個高手 來其實幫到政府的決策了 那可是在我們當初 決定要釋出這個所謂的open data 或釋出這個大數據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其實最大的困難 就是那個時間差 大部分的公共們當然都希望說 我一天結束前 我的承辦是會看過 數字沒有問題 我蓋個章我才出去嘛 不管我一個月出去 或者是一個禮拜出去一次 總是希望有人看過 但是如果在當時 是每30秒要釋出 其實是沒有人看過的 就是你一刷健保卡 那健保署那邊的數字 馬上就出去了 那所以中間如果有誤差 或者是有像剛剛講 發號碼牌等等的情況 你立刻就會發現 實際情況跟數字有所不同 那這個以前在公務文化裡面 其實是覺得很 就是好像做的不夠好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我們現在才學 叫做敏捷開放 就是說我們每個禮拜 就去看大家覺得 我們做的不夠好的地方 數字會告訴我們 我們想像中的情況 跟實際的情況有什麼落差 因為所有的鑰匙 都會填江明宗的那個回報表 來告訴我們說 他們在第一線看到的情況 跟我們在中央看到的情況 真的是不同 那所以這個也告訴我們說 如果就是一開始沒有面子問題 大家才願意一起來創造 如果我們就是每年 再發一個年報 那大家都沒有辦法參與 來共同驗證 所以這是公務文化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但是因為當時院長 一下就看懂 吳展偉的這個作品 而且他也告訴健保署說 你除非是即時更新 不然人家不可能做導航嘛 你如果這個導航沒有即時 車流上資訊 那這個導航到底有什麼用呢 對所以 因為院長一下就聽懂 而且用導航的這個比喻 所以其實我們協調非常順利 那在上線的第一天 在一開始早上 也許還是每一小時三小時 是出一次 一到了晚上 就已經變成每30秒了 那就持續一直到後來 那當然後來我們排隊的問題 大概也沒有了 現在就是每三分鐘是出一次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關茂的部分 其實我們那天去採訪 官方的勇士長的時候 他有講到 他們接到任務的時候 其實是誠惶誠恐又驚又喜 他們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落到關茂 就是找到關茂 承擔這個重責大任 因為也是在很短的時間 這個2.0要上 那我們知道說 鄭委其實之前 從這個網路報稅 就去關茂做一些優化 總手稅的事情 對 跟了解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是關茂來做這個事情 就像口罩實名制的地圖 是吳章偉的工作 那其實關茂 就是總手稅當時 也是一個叫卓志遠的朋友 那卓志遠的朋友 在我們一個 公共證送的參與平台 上面他發起一個聯署 叫做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這個是2017年5月的事情 那5月1號那一天 因為他用的是Mac的電腦 那剛好就是在Mac上面 有一個叫做Java Applet 這樣一個技術 這個技術在當年 就是剛好被他開發 那個公司 列為不推薦使用 所以你如果不是用Windows 就是微軟的作為系統報稅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個 安裝元件中請等待 然後就坐在那邊等待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所以就浪費很多人的時間 那其實報稅本來心情就不太好了 再碰到那個安裝的問題 心情又更差 所以做志願的就提了一個聯署 那底下一整片留言都是在說 這個什麼財政部長應該下台啊 這個關貿公司關上勾結啊 什麼就是我第一次聽到關貿兩個字 就是在一片酸民的留言之中 對那但是還好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 就像國會聯絡人是跟立委 就是洽詢嘛 立委到底想問什麼 國會聯絡人去了解 那媒體聯絡人是跟各位媒體 進行接洽 開放政府聯絡人就是跟 像周志願這樣子 就是一下子組織起很多人 而且有很多就是 不是說會炒的有糖吃啦 是說他很會炒菜 我們邀請到廚房裡面一起炒糖吃 的這些民間的這些 這些這個有創意的設計師們 那這些朋友們 一旦有這樣子的一種不同的願景 那我們就開放政府聯絡人 馬上就上去回應 所以財政部當時是 楊金康、楊專偉 他們馬上就回應說 任何對我們有批評指教的朋友 都受邀到財政部 一起來規劃未來的報酬軟體 等於真的把他們邀進廚房 那如果不方便來台北的 也可以透過直播的方式來參加 然後在線上留言 所以當時我們就開了大概四場的 這樣一種協作的工作方 邀請大家一起畫出 自己心目中最方便的 中暑稅的報酬方式 而且官貿公司就把它試做出來 所以一開始在 Mac跟Linux上面試做的時候 滿意度就已經來到96% 那到Windows都可以使用 就是去年的時候 滿意度甚至高達98% 那為什麼滿意度這麼高 就是因為有上千位朋友都覺得 我至少有出過一份力氣 所以這個就是我跟官貿公司 這個結緣的開始 那當然官貿公司這次會接到這個任務 就是因為 中暑稅的系統 它本來就是一個 能夠做實名驗證的系統 本來你刷自然評證 刷健保卡都非常的順利 所以我們只要稍微改一下下 它馬上就可以變成一個 口罩的預購系統 那他們確實也就只花了 可能一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其實也是大概三天的開發期 就把它跟健保快一通這個APP 進行了整合 那整合之後 所有人都可以很方便的 用APP來預購口罩 那所以官貿公司 我想它的長處 就是因為你報稅 本來你就可以運用信用卡 運用轉帳 運用各種不同的金流 所以它處理金流上 非常的有經驗 處理身份的實名 驗證也有經驗 資安也有經驗 所以這個宗旨大人 就落到他們頭上 那他們表現當然非常好 OK 好 謝謝 我覺得您是很擅長 去串接這個民間力量 幫助政府的 我覺得這一塊是 老實講我們 之前其實真的比較少 在政府效能裡面看到的 好 那最後就是想再問一下 其實這個防疫制度 其實應該還有段路要走嘛 那未來在大數據這一半 你們還有一些什麼樣的計畫嗎 對 其實我們最近才有辦一個叫做 台美防疫松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裡面 就是我們集思廣益 大家一起來想 到底可以怎麼樣子用 就是更多的 您剛剛講到的 就是數位的技術來協助 那我們有五個得獎團隊嘛 那其中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 叫做Lockboard 前線支援 它解決的是很多病患 它在就診的時候 它很難詳細的描述這個病征 那所以呢 它的生活史 其實它也不容易想得起來 那在疫調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必須要不斷的回想 你在什麼時候接觸了哪些人 有多少人等等 那Lockboard就是把你的生活史記錄在你的手機裡面 但是它絕對不會對外分享 那它完全是用一種就是個人資料 讓個人保管的一個過程 但是如果這個疫調人員問你問題的話 它會就是有點像是一個解釋 是醫調人員問的問題的一個類似加一這個 輔助系統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把你的生活史資訊去視覺化 那這樣的話 你就醫跟回診的診療效率就提高了 那而且等於是你的個人助理 提醒你說 確實你之前到過這幾個地方 那風險可能會比較高 那你採取了什麼回應的措施 那你可能會影響到誰等等 它可以幫你去回想 那這個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也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autonomy 就是說它可以是幫整個社區 當足夠多的人使用了這樣的系統的話 它可以評估整個社區的風險等等 那當然因為台灣並沒有進入社區傳播階段 所以這些工具並不是非用不可 但是我們為什麼是台美防疫松 就是我們幫美國或者甚至英國 對這個也很有興趣 所有已經進入社區傳播階段的朋友們 等於台灣幫助他們開發這些系統 那當然如果他們的疫情早一點 就是解決 那其實我們也早一點安心 因為這個國際的旅遊才能夠恢復嘛 那但是我們現在是有一點餘裕了 那我們不只是在口罩藥物快篩 防護衣等等的方式去幫助其他的朋友 呼吸器也開始這個國產嘛 那但是也是在數位的技術上面 把我們的台灣模式也分享給全世界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